字幕提供 各位麥迷 老友好 歡迎又來到雷文的頻道 今天和大家講一下 1月5日快活谷九場夜馬賽事的賽後重點報告 雷文昨天出四條心水片 包括育成系列 育成系列拿到為港賓留一圈 用眼光留得太厚 會員片方面 也能中一條三重彩 兩條四重彩 另外一條只能跑到位置Q 四場都有錢收 各位昨晚跑完馬 安居平五路 吃宵夜 雷文在等賽後報告 不過等到好事都不齊 決定睡覺 因為今天晚一點又要讀馬 所以等到今早才為大家讀 誰知讀完之後 又發覺原來他沒有錄音 各位聽到我現在還沒讀 那把聲音都消失了 因為我以為一直錄音 其實是沒有錄的 白白讀了一次 一睡醒的頭腦都還沒有清醒 這個節目也需要大家去支持 多看一些告白 大家支持一下 因為要花大量時間 每次賽事 每次賽事都要做十幾個小時 每一天 基本每一天看無數的影片 才叫做跟大家去吹一下馬經 其實頻道的運作 一直以來 都叫做可以的 不過希望得到各方朋友的支持 也很感謝那些朋友 舊的會員朋友 也支持 以及新的會員朋友也有加入 希望繼續為大家選到一些 在那場中叫做最有實力的馬 希望他們跑出水準 再讀一次賽後重點報告 先多謝那些朋友的鼎力支持 講第一場賽後重點報告 其實報速也有些偏慢 蝦餃蟲馬一真情就贏 這文時前Live都說 這隻馬要不就贏 要不就Pay都沒有 看他能否適應 海盜才此 我說買win就不好了 買Pay就比較穩陣 他就跑過Pay 龍戰士 不要理過馬房 總之這隻馬是有實力的 他如果照版主碗 也算是跑過第三 但是那隻 宜昌勇士 今天的家閣眼爪 跑第幾 沿途走外疊 沿途外疊 沿途外疊 跑過拉妹回來 也算是中三重彩 四重彩 宜昌勇士 如果排在內蕩有潘頓 不知道會怎樣 龍戰士出閘一般 宜昌勇士出閘收慢 被迷雨撞 迷雨外邪 撤入 捷步右外邪 撞到機緣巧合 在外面的捷步 機緣巧合 早段都要找遮擋 那隻帶了V1的天空之城 撿了個兆檔 也是收慢撤入 1600米 海盜才子 在盡力之城後面撤入 首次終點 首次終點 不是去到終點 宜昌勇士 內疑 想找遮擋 找不到潘明輝 找不到遮擋 找到遮擋 找一條卵 因而想找遮擋 和紅龍緊迫 宜昌勇士 撤不到進去 在1300米之後 沿途走外疊 跑幾場 跑1650米 在1300米已經沿途走外疊 不知道有沒有讓一條街回來 沒有一條街應該都幾個鋪位吧 首次跑到終點 迷宇在亞洲力量和士必飛飛之間逼 1200米 蝦搞燒賣 搶口 搶口外邪 在迷宇裏面有逼 1200米 盡力之城 難以穩定走勢 這就是盡力之城 前一場大敗 上場國際賽 阿村田先生 阿村田先生 又不放 今天又不放 去到400米 迷宇興蝦搞燒賣 緊迫 當時蝦搞燒賣 想在亞洲力量之後 外移 避開士必飛飛 這些亞洲力量試襲 又第一 又第幾 又多美 又多美 現在跑尾2回來了 剛剛好過那隻 沿途走外疊的 移昌勇士 所以有空 就進來 陪雷雯看看試襲 蝦搞燒賣 未能向外移出 內移 避開士必飛飛 令龍戰士 400米 靠著蝦搞燒賣 後面困境 300米 天空之城 難以望空 250米 外邪 在迷羽和蝦搞燒賣 在迷羽和蝦搞燒賣 一個窄位 撞到迷羽 即是天空之城 250米 龍戰士 移到士必飛飛 裡面望空 其後龍戰士 在士必飛飛 和亞洲力量的窄位 跑到200米 慢步速 蝦搞燒賣 真情 守住好位 又賺步速 又賺級數 又賺班數 6.8倍 就贏了一場WIN 海島才子 跑第二 只有一個屁 龍戰士 你們不相信 蘇波羅哥哥 馬有實力 就有實力 又跑第三 三重彩 也有三千多人 那隻天空之城 和那隻城日 航頭的捷報 都可以跑到四五名 說第二場 進馬風彩 上次季內初出 受傷之後 今天又 萬步速又贏馬 又是賺了萬步速的飛騰追 可以跑第二 至於帝豪之星 那麼外檔 咳過來 賺了步速也是跑第四 那田雞那隻勇眼光 真是不知為何要留得那麼厚 衝上來 就脫了一條Q 只有位置Q 但是會員版 都中了頭五名 而那隻騰駿 今天加了個面困 CP 也有點走勢 至於那隻福尤士集 又多漂亮 就跑第七 我真的很想說那隻歐洲導彈 其實我剛才說了一次 原來沒有錄 弄得喉嚨沙 現在又說 那天已經罵到飛氣了 那隻歐洲導彈 外地又沒有戴過眼罩 在香港馬會的網頁 提供的神操表 又是沒有試過眼罩 沒有戴眼罩 但大小閘 為什麼他可以戴眼罩出賽呢 我真的很想問一下 是不是 馬迷不應該獲得相對 如果他會 是有些 軍等一些資訊 幕後人知道他戴了眼罩 會跑得如何 我們馬迷不應該知道 是不是 沒有戴過眼罩 但一貨雜 又沒有戴過眼罩 試過戴雜 是不是 不要說那隻馬戴過眼罩 是畜生來的 你那個人戴著太陽眼鏡 叫你走到地鐵站那裏 有時候看著那個梯級 看清楚才走 但是馬戴著眼罩 可以不用戴眼罩 就可以試襲給人看 然後又叫人頭煮的嗎 就算我們決定不買這隻馬 我也擔心他 戴著眼罩出來 會影響那場賽事的 報復 形勢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哪些人應該是做漏事 或者是有些什麼出錯了呢 我只是知道馬迷 就沒有錯的 是不是 跟著你的資料去量度馬 有什麼錯呢 但是為什麼現在馬迷獲不到相應的資訊呢 不說呢 希望各位支持一下這文頻道 再說回制二場 最後再報告 再說下去 十支念詞音都解決了 又勞氣 說了龍寶寶也是這樣 說了佳尊三也是這樣 今天這隻馬也是這樣 今季跑了幾多個月馬 我都記得有三隻馬是這樣的 我只是每次量度三四場 其他我沒有量度的場次有沒有 我真的不知道 第二次 庆晚家和飛騰錐起步互相撞 第二場 飛騰錐將頭轉側內邪 搞到庆晚家內跑 壓了福右 福右實平衡 有紅李 約出的時候 在雙雙邪跑的帝豪之星和騰進之間 在外面出閘的有紅李和騰進都找到遮擋 騰龍超影設入 進馬風彩 一千米 收慢搶口 一千米帝豪之星內邪 撞到進馬風彩 900米卡比勒勒 外移被開飛騰追 在進馬風彩後面緊迫 當時進馬風彩搶口 到900米 歐洲導彈收慢 搶口 歐洲導彈 不用戴眼罩 有特權的 今季出了多少隻馬出來跑 我不知道 總之 龍寶寶 歐洲導彈 街磚 這三隻 我暫時都發現到 有特權 不用戴眼罩試大閘 不用戴眼罩彈小閘 都能夠戴配備出賽 而馬會又沒有公佈 800米走勢勁的用眼光 向外斜 跑 避開卡比勒勒 其實他戴了眼罩 你就不要量這場 不要玩也行 但是總有人玩 對不對 規矩就是規矩 對不對 如果各位覺得規矩 戴眼罩 你的規矩是要試雜 要彈大細雜 給別人看 在影片中說個一字 或者打個雜字 還有我也想說 那次 那隻進天使 如果我沒記得是進天使 要加眼罩 因為他一向都漏雜 加眼罩就是彈雜 但是我們馬會的片段 完全沒有提供 戴眼罩出閘的反應 出完閘之後 就在那裡走 他就給你看 戴眼罩彈雜 有什麼意思呢 以測試入閘 情況有什麼意思呢 你不是應該給別人看 戴眼罩 出閘的反應 有沒有改善這隻進天使的慢閘 不是的 一出來只看著馬在那裡跑 出閘那一刻 沒有拍到的 是不是 說完 殺入直路 大師級被擁眼光撞 當時擁眼光外邪 避開卡被滅滅滅 入直路非藤追入外 而避開帝豪之星 推進到進馬風彩之間的扎位 接著進馬風彩內邪 搞到飛騰追 在帝豪之星無路可上 那裡就收慢了 在帝豪之星後面困境 飛騰追 難以望空 在200米 移到進馬風彩的內側 有些起色的藤進 加了CP 追了一段 跑回第六 輸了四個幾馬位 那隻一千上千二的飛騰追 今天方家拍 全日薄殺 就什麼都剷進來 但其實都輸給進馬風彩兩個馬位 其實頭馬二馬 是賺了步速的 用眼光不知萬步速 為什麼會秤到下去 上次那隻進神也是這樣 今天那隻用眼光也是這樣 田雞的步速智慧 沒有一定 說到第三場 那隻真是萬步速而贏馬的旋風飛影 在雷文事前Live 跟大家陪雷文看試集 都說 這隻馬的試集 今天縮回來跑千二的試集 的沿途走位 沿途騎法 就跟他上櫃一出贏 新馬賽 是一模一樣的 出來跑 也是一模一樣的 還要配得外些 至於薄殺失手之王 同薪威力跑第二 合約精神第三 那麼梁霸歡騰突然間沒有了董大 跟他一起燒一下他 那就跑回第四 也算是總關條四重賽 會員版 講回賽後重點報告 這些就是堅拖拖的頭馬 又不用賺了你步速 又不用左賺 又賺前面在爛 然後回來擠一段 你們在爛 他仍然後上過了你們 不是爛 前面在省力 你們在爛了一段 萬步速之力 接著再擠一段 這隻馬在後面 還可以爬回你們 前面省力那些 就是旋風飛影 旋風飛影 這些就是堅拖拖頭馬 羅富全萬步速爺馬之王 旋風飛影起步急速內斜 撞到親愛滴 親愛滴在旋風飛影後面失平衡 旋風飛影 旋風飛影 撞到他 一千米走大外諜 收慢就找回車黨 在一千米旋風飛影 收慢搶口 莫雷拉賽後確認 他打算放中間位 但因應形勢 放得較為後 董大為何一出閘 沒有了他 每次都見到他 董大起步外邪 在大淳威後面困境 大淳威又內邪 搞到董大 就要內邪避開大淳威 再撞到馬力佳 戴眼罩的馬力佳又收慢 避開大淳威 一隻大淳威落飛 搞到一堆東西都亂七八糟 大淳威跑了一段屠城內邪 晉晨大家開心就撤入 那隻大家開心 由頭到尾都把晉晨夾在來欄跑 晉晨上次搏殺在外面衝 施襲也外面衝 今天就涉去裡面被人夾著來衝 一千一百五十米 親愛的在旋風居 已經和董大之間受劑逼 九百米晉晨將頭轉側內閃 靠住親愛的後堤困境 八百五十米晉晨被大家開心撞 因為當時大家開心就內邪 即是頂你進去 這樣的意思 七百米走勢很勁的大淳威 在梁化寬騰後面困境 入直路 大家開心晉晨外面緊迫 是要封住晉晨的 在內蘭等待 接著發生了一些事 就是怎樣呢 當時晉晨推到親愛的外面 二百五十米晉晨和大家開心又緊迫 接著一百米晉晨又難以望空 腳又割傷 跑第一的 旋風飛映 陪雷文看市集 頭馬 新海力排第二 合約精神第三 中三重彩 另外會員版中四重彩 說到第四場 超級軍團 如果我投注一隻馬 就是港市集令的超級軍團一隻 上次給的九寶 和他一起回來 今天就跑第三 八步穿雲轉過來都跑回第四 加英之星出襲一般 繼而在精神威和歡欣福星之間迫 精神威內邪 豐欣福星外移 避開捉金好球 捉金好球 被超級軍團帶去外跑 撞倒 搞到加英之星在前面 不是 加英之星在後面 精神威那次慢步速贏馬 那次加英之星出襲慢了 今天加英之星又在後面 一遇精神威 即刻就在後面 其後 歡欣福星 收慢 找遮擋 零零射射 只有他一隻 要背到133 其他下一隻已經124 如果他不133 那哪隻1133 應該是精神威 總之一遇精神威 超級軍團 在精神威後面困境 當時精神威持續在進龍區內緊迫 黃俊不小心拆騎 他沒有帶來精神威 內邪 搞到精神威 壓到勇猛神區 一度再壓到八步穿雲 勇猛神區不必要又受迫 再受阻 然後勇猛神區的超級軍團 也要收慢 考慮到馬會近日出賽騎士陣容的不確定性 找郭東尼、徐宇石、丁冠豪、羅富泉 那些自己出來騎回 又不用人家手多多 每個人都在琴 一個騎士騎足十幾個馬房的馬 他們自己騎回便可以 怎會不確定 小組決定適當的判罰 就罰星期日的沙田賽事 即是不夠人用 罰一天就可以了 意思是這樣 那更好 平時都要罰幾天 現在一聽到 哎呀罰一天 那就亂拆跑 或者 罰多五千元 那些 那些馬場 資源豐富 騎士陣容又鼎盛 建築騎士都十幾二十人 還有外籍大師傅 現在就要找些什麼 莫丹尼 加里那些高手來香港騎 很可惜 因為情況下 可能沒有那麼順利 來得到 各位想欣賞加里和莫丹尼 曾經遠征過毛利球師 馬來西亞 新加坡等地的騎工 騎士 相信我們又要引頸以待 很可惜 很可惜 既然是 鴻圖巨星 起步外邪 撞到雀橋飛道 那隻不懂跑 正大光輝在前面 現在又是跑拉尾210倍 陪莫丹尼看試集 不要說是幫不幫到大家贏錢 那些什麼 綠色時代 哲報 正大光輝 是昨天的卡比叻叻 隨便想搏一搏 正大光輝 還有些什麼名牌效應 那些什麼 總之幫大家節省了不少 各位 莫丹尼也叫做幫大家節省一下 麻煩 大家可以給點讚 那些影片很辛苦做的 一睡醒 就要為大家讀賽後報告 真是 希望得到各方面的鼎力支持 阿雷文的頻道 正大光輝和爆谷約出 互相撞 爆谷收慢找遮擋 嘩嚴嚴嚴碎怎樣 很多朋友問 經常出生 肉城賽馬都出嚴嚴嚴碎 很多朋友都很奇怪 為何我不出 這一場 現在各位都知道為何 同樣 在首次跑過終點 金絲大將 搶口之際 昂首 在勁區後面困境 四百米 聶回者威 去到勁區和正大光輝的扎位 跑 當時正大光輝已經在移動 其後 撞到逍遙區 轉直路 勁區外移 避開紅塘巨星 入直路 勁區在嚴嚴容碎 後面難以望空 在逍遙區裡緊迫 正大光輝大部分情況 又走了外諜 書馬最好就是這樣 走外諜 說到陪太陽 所以又很容易 再踩到尖 可以跑尖 大家去過 去玩那些 叫做什麼 田徑 去田徑哪邊 一格一格線 和球場 繞過兩個圈 跑道 你就知道內蕩與外蕩的分別 因为如果你玩田径在外档那里跑,你去到终点那条线是比较近的 那你就知道近多少啦 沿途外跌回来,但是马场的终点那条线是平的 就不是我们玩田径一格一格的终点 正大光辉沿途走外跌,没遮挡直路吞 难以接受 炎炎元碎又没有明显异常 莫里拉吴奇已经异常了 说到第六场,又是万步速 这只星耀王者又跟那只腾龙超影一样 不是靠放在前面赚万步速 接着回来折一段,起围发动,佔了你先机 接着再极速奔跑 你们后面如果没有超能力 就追不到,不是这些头马来的 是你们在那里赚万步速 你们佔了便宜之后,他还要擒过你 这些便值得尊重的头马 罗库传万步速赢马之王 星耀王者万步速赢马 克服万步速赢马 高耀智星克服万步速赢马 童话也克服万步速赢马 入第三 十二马赚万步速跑第四 再赚万步速赢马之王 街警复星范哥宜 回到来都没有 星耀王者昨天就是 跟大家说我会投注一匹的马 在WhatsApp 赢了超级军团 也赢了星耀王者 星耀王者和玉金堡起步互相撞 冥记之心和范哥宜起步互相撞 一齐失平衡 街警复星出集品 外邪撞到高耀智星 在大外档出集的高耀智星 收慢吻姐党 必跑得早段又收慢撤入 一千米 战意内邪 搞到股票转期 股票转期也赚了步速 上次摆明赚了万步速 回来都没有 为什么会这么热呢 以为人家看得通 看得透 当然是有些原因 原来也是没有的 搞到股票转期在战意里面紧逼 战意 向外移 舒缓对股票转期的击逼 战意持续走势都不相信 因而失地 薄杀失守之王 农战士失守 新威力失守 战意 又守住个位 回来又输两个马 战意走势不顺 失地 搞到银河飞马要立避 这只银河飞马 昨天有些风声 好像要立避了 多谢战意 是吧 同样失地 小组告解蔡明啸 接纳战意的走势 对银河飞马 急速墮退的影响重大 不知道是丁冠豪 不知是否听到别人要博杀 即是咳一咳就搞定了 是吧 这只银河飞马 这只银河飞马 有些风声之下 被战意咳到 影响重大 不知丁冠豪有什么 应该说粗口 谴责蔡明啸 要保持个位 不要对其他马 造成干扰 不知是否听到别人要博杀 即是咳一咳就搞定了 500米 铭记之心 在街景复星之后困境 继而向外邪跑 就避开了 昨天有个朋友问我 吹水 这个骑士 我不是说这一场今天的赛事 这样骑马 那些链马斯 还怎会让他骑马 明明马应该很容易发挥 跑得很好 为什么会骑得这么坏 人家怎会再让他骑马 可能那位链马斯 当然觉得他坏 你真是骑得这么坏 何妖身看好不好 希望不要撞车 雷文很担心你的健康 都知道说哪几个 那位链马斯 那位链马斯 当然是不满意他的 刚好 如果骑得很坏 但其他链马斯 可能是相当满意他那场骑法 一个链马斯 不让他骑马 还有二十几个链马斯 可能会让他骑马 大家看看 只要办公室有多过三个人 就已经有办公室政治了 你帮他还是帮我 只要有多过两个人的地方 就会有二五儿子出现 对不对 两夫妻加一个子女 就是只有一个子女 里面都已经有二五儿子了 对不对 老爸给了什么 没有啊 给了五百元 交来妈妈 对不对 还有你老爸今天下午去哪里 跟妈妈说 对不对 那个妈 老爸当然不喜欢女儿 说这么多话给妈妈 对不对 但是 多过两个人的地方 妈妈就相当满意 出卖老爸的女儿 说了些东西给自己听 对不对 大家吹嘴地说 对不对 一个链马斯不让你买你骑马 还有部分链马斯 是相当满意那个骑士 在那场骑法的 一个不满意有多大单 四百五十米银河飞马 一度在双双斜跑的声耀王者 和童话之间紧逼 银河飞马直路组断 受困未能望空 不知道谁听到 哎呀有人博杀了 行了博杀了 博杀了 说完 声耀王者第一 高耀智星 又跑得出水准第二 童话涉耐难 王晋第三 十二码赚债报复 第四 对不对 不想说这些赛事 真是 精灵勇士 何扎瑶身体好 小心开车 由头放到尾 不过这场 又不是慢报复了 这场就是一场摆头走 而是肩托托快报复 赢回来相当有说服力的 头马来的 就是不要说 勒文 觉得何扎有时发挥一些马差 一直指着他们 追着他们 说 你说那只 勇创派对 其他差不差 上次的宜昌勇士 其他差不差 今天这只精灵勇士 他真的用一个 捕捉 一只马 完全是没有赚捕捕捕的情况 而且是舍捕捕捕之后跑得好的 究竟是何扎骑得好 还是方家拍练得好呢 我觉得是方家拍练得好 是不是 精灵勇士起步外邪 撞到平常心 银子出集一般 英知星和喜连卫星出集 切入遮挡 跑到一千米 红运飞银在加州链里面 紧逼 转直路弯 银子靠着试跑得 后面困境受困 250米 加州雷电 一度在加州 加映精英里面紧逼 加映精英内邪 接着就外移舒缓 对加州雷电的紧逼 赛后莫雷拉有东西说 他说这只跳出世界 早段和中段走势满意 500米 但卖下去就没有反应 他认为跳出世界走势是一般的 其实上一场直路赛 他在外档那里 折了一点出来 但最后那几步 好像任人如玉 跳出世界 我说上一场直路赛 八千师赢马那天 精灵勇士跑第一 这些叫快步速克服难度 赢头马 那当然是给手指赚 不要说一只马 赢了一场头马很厉害 你要分辨这场头马 就是克服难度的头马 今日声耀王者 就是克服万步速赢马 那只叫什么 旋风飞影 也是克服万步速赢马 这只精灵勇士 就是不是赚万步速前领 都能够赢马 即是应该力弱的时候 都没有力弱 还可以弹脱你们后面那些 应该是有部速之力 来追的情况 都还可以弹脱你们过几马位 说到第八场 周俊乐同学这场真是发挥得没得顶 这场输到你眼坦坦的正本欢心 后场那只狂武派 就杀到你眼坦坦 这些叫做马场大小鸡 饮致他变 我觉得这只周俊乐 如果以雷文读那么多年赛后报告 应该马会一会和他说什么远离水准 不过我相信今天不会说的 那么放到他呢 三班的时间 头那两段放到四十五个多 就好像精灵勇士二班 那场高水准赛事 这样跑 三班正本欢心 一百二十八还是一百三十磅 一百二十五磅 对了一百二十五磅 就放到好像精灵勇士一百三十一磅的步速 就叫他上二班跑 正本欢心不用留三班 你放得这么快 你上去和精灵勇士跑 你在这里跑得十二倍 你在那里跑 一样是这样放 大家看看哪一只断 用不在三班跑 可能有八十倍 容天鹏 更烂过那只狂武派 容天鹏 又是周俊乐 容天鹏 那赢马呢 赢马就是他师弟罗富泉 的维港奔柳 我育成赛马 我选了他 但是这样赢 那只头马跑什么 那川Q是谁 就是他师傅那只蔡若翰那只非凡 那他自己放得这么快 好像精灵勇士那样 放到回来 跑第几 跑第九 自己放到回来 跑第九 跟着那些师傅 那些师弟 那些一Q 那听过周俊乐就说什么 那些东西 你又没有见过正本欢心 潘顿那些东西跑 上次和上教 赚了万捕捉 串鸣记之心 今天又不知想搞什么 那些东西捕捉出来 唉 不想说粗口都不行 那些声音不沙都不行 那 十枝川背琵琶路都不行 天天看得到这些嘔血赛事 那市集又很厉害的 时事好运 出集就一般 那上次已经漏集 今天已经出集 没那么厉害 没那么厉害 那追回来 也有输三个马位 那如果没有漏集 上次都交了22个多 没那么厉害 那都齐齐有福 和阳爱高飞 互相挨 那就是阳爱交飞 交飞 那就是交飞 阳爱咩飞 莫雷拉的阳爱高飞 阳爱咩飞 就互相挨 首先我想说AA84 劍系的马 今天是AA84 上次周俊禄初跑千六 沿途外跌 回来接一段近 算了 不想说那么多 各位都未必听得清晰 高明进仗 高明进仗 起步 内邪 挨倒正本 欢心 其后在外面出集的 高明进仗 切入了 神进马车 这一场 离民心水 跑一三四 就是被非凡 涉住了 中得位置 300米神进马车 移到阳爱交 阳爱咩飞 继续推进 让人查一下周俊乐 昔时车牌身份证 周俊乐彩你都按交 谁知道 真的很怒气 看到这些水准 这样的骑士 控制这些步速 高柏欣说周俊乐控制步速很好 周俊乐帮周俊乐 说他控制步速一流 心目中的钟够准 以及如果他是股票 他一定会继续持有周俊乐 最近周俊乐不知道各位的股票 都扔掉了仓味 被人查一下周俊乐 周俊乐有些话说 正本欢心在外面出来之后 浪费了很多力 才带来师傅的飞凡 飞凡 飞凡前面有只电套走 大家有没有看过 那些跑狗 前面有只电套走 只看着电套追 所以就行了 只不过 那只电套不能断 但正本欢心 就不能是电套 不可以入电 正本欢心 不可以断 前面有只目标 有时会分心 现在有只目标 在前面比非凡 那只难得比好当的维港奔流追 又有目标追 那只正本欢心 会不会像跑狗的电套 不可能 因为正本欢心不可以入电 那只狗说 有一只棍子 拖着它走 不可以停 但正本欢心不可以入电 三粒AA电 看看我们马会如何抽称周俊乐 不过今天不同 连王俊都罚一天 因为没什么骑士洗的关系 有些不确定性 即是骑士出赛阵容 有不确定性 罚王俊一天 罚王俊多差 看看周俊乐如何 如果以我平时的理解 他这样跑 应该会说 周俊乐你身为香港的一位 一位师傅级的骑士 好像升了师傅级 你这场马是远离你职业的应有水准 没有理由有些暴触感 你不知道 听听周俊乐作文的能力 做成什么 阳外揹飞 一出来就互相挨了 看看正本欢心又如何 浪费了很多力 才带来师傅的非凡 带头走 就像电套一样 他说 坐骑一千米切入 就领放 接着就很难稳定走势 不要这么稳定 你难以稳定走势 有人就觉得很稳定 让你慢慢放得了 若然我那些违港奔流非凡走上来 自己又用了力 又要咬住你 你又未必断 最好的解决方案 就是难以稳定走势 他说 正本欢心 很难放松来跑 很难放松来跑 你们买了多大 你们 他说 买了非凡 不说这些 由于他留意到坐骑 已经带来了其他马 很远距离 你都留意得到 带来什么叫大途 放了整条街上 和女朋友拍拖在尼敦岛 你先走 你先走到左敦那里 我一会在后面买包烟走过来 他已经知道 带来很远的距离 在850米 尝试收回 慢正本欢心 但坐骑又昂手 令到他 他尝试令他较唱顺地競跑 而作出的努力 是猴谋反应 他就说 一路跟正本欢心 斗力 雷文也说过 什么叫做呢 那只马一路用力向前跑 你一路用力拉回马下去 那些力就等于在互相抵消了 是不是 他选择 不要过度约出这只马 不要想着减慢步速 因为会抢口 所以没电就转弱了 赛后立即检查一下 这只让爱抹飞 没有异常之处 好幸好心律不正 维港奔流 跑第一 非凡 跑第二 大师兄那只 放到脱车的电套 正本欢心 跑第九 神进马车 有些捕捉之力 跑回第三 齐齐有福第四 说完 说到第九场 你让我轻松一点 可以吗 周俊乐同学 第八场 表演了一场大途的赛事 这场就杀光你们了 周俊乐整天没上班 不是 杀光 杀光 莫雷拉天池怪俠 都打了 当他进来的时候 他私底的黄宝 跑第三 跑第二 就是让我去背飞的莫雷拉 说完 全财和黄宝 互相撞 起步 全民皆知 内邪 阻倒的健康在望 今天潘明辉的跑线 相当精彩 健康在望 扔到哪里呢 不懂 扔到那次的电讯火箭 那个位置 浪漫组合 早段收曼稳遮挡 1600米信封堡 在喜刑堡里面困境 当时喜刑堡 在黄宝里面紧迫 我也有说 不要说是赢了还是输了 我在WhatsApp群组 我说我会买三只马 我没有计算 健康在望 超级军团 和那只星耀王者 这只就输了 是不是 输就输了 是不是 跑马哪有赢 在1500米快步速 一度在变数里面紧迫 变数就舒缓 对快步速的紧迫 小组告诫杨明伦 最近不够骑斯用 你加倍小心 因应骑斯阵容 不确定性 其实不确定性 我都知道不确定性 但去年骑斯阵容 那么丰富 为什么现在有 骑斯阵容不确定性 为什么会有不确定性 因什么原因 这么好资源的赛马会 是不是 可以请在任何世界上 每一个骑斯 不论数量都可以 请回来 为什么会有情况 令到自己的骑斯阵容 会有不确定性 是不是 即是 Layman一旦没钱开饭 是不是 饿了 都要反省一下 为什么会搞到自己 没钱开饭 不要经常说没钱开饭 是不是 为什么我会没钱开饭 都要想 是不是 那天晋晨一室 就没钱开饭 是不是 说完 就是 为什么会有不确定性 就是 很希望大家可以想一下 为什么 转直路弯呢 就变数将头转側外闪 搞到全民皆知 这些 就在变数外面 和快步速的里面 受迫 150米 周进落 又跌了一条马鞭 跌了一条鞭也赢 是不是 是不是 由于 已经是第五次在阵上跌鞭 那就罚五千 是不是一千元一次 分期付款 是吧 就是 一个专业的 不要说是专业骑士 是不是 一个武士 拿着一把武士刀 是不是 逛街的时候 突然间跌了一把武士刀 今季跑了多少个月马 跑了三个月马 跌了五次鞭 是吧 那 哎 杀了 那被人查一下龙船状元的表现 是不是 何宅耀 是吧 何宅耀有些东西说 他打算在三档出集的龙船重员 咬着前面的马来跑 是吧 何宅耀就这么说 他说 坐骑集内就烦躁不安 出集又不好 向外又有邪跑 是吧 在顺丰堡后面困境 是吧 一直堆砌下去 就好像那些小鳥 那些小鳥要求偶的时候又如何呢 这些小鳥要求偶擠 那些小鳥要求偶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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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了原紙筆和墨墨 原紙筆後面的刷紙膠也甩了 拿著那些東西擦擦擦擦擦 一寫上紙的紙也穿到洞 當然是有很多東西說 合格什麼都不用說 是老鳳的 這隻龍船狀元在順風堡 又被快步速帶了外跑的狂舞派之間有受過迫 令龍船狀元擺得較後 一切東西我打算這樣 現在結果是這樣 就是因為龍船狀元被狂舞派迫 順風堡後面有困境 出閘又不相信 接著 閘內又煩躁不安 多放一些東西在背上 他就說 買了你的馬迷就聽 買了他的馬迷的錢 就聽他說話 他說了 首次在終點 座騎難以穩定走勢 還有有素度的昂首 座騎持續搶口 需要收慢 避開順風堡就昂首 何宅堯再說 儘管中段的步速是一般的 但是 他認為座騎兜過馬群 推進他是不符合最佳的利益 座騎覺得步速不快 但是 不快得來 他又覺得 趁著步速不快 兜過那些馬 趁著步速不快 其實步速快 大家想想 如果當你駕駛車 別人的車開80km 你要兜過他 你就要90km 你就要踩大力一點 用多力兜過他 回來有沒有 不知道 但是如果別人的馬 慢的時候 你就不用用多少力 但是又可以兜過他 那你是不是用最少的力 兜過了那些馬 付出體力的成本最少 但是就改善你的名次 就最好那段時間 快步速踩上去 又用力 人家又快 你又難追了 但是別人慢你又不兜過他 我說完 現在聽到他一次這樣說 他認為座騎兜過馬群 那些人 步速是一般的 他認為 如果步速一般 我兜過他 就不符合 龍船狀元的最佳利益 所以那些人跑馬 沒有步速 沒有步速 因為 會令到座騎 沒有遮擋 走了外諜 他再說 他說在對面直路 嘗試令座騎放鬆來跑 但是座騎繼續搶口 就不願意放鬆 聽上去很簡單 是不是 那你為什麼要弱速到他又搶口 又不放鬆呢 步速又不快 步速快的 你自己都說普通 可以兜過去改善的 你又不改善 就繼續被人走了 然後你做什麼呢 步速不快就搞到他又搶口 又不放鬆 講完啦 他說當賽事步速在600米開始快了 反而馬就不去了 停滯不前 接著呢 直到呢 就對這隻龍船狀元 但是是效謀反應的 為什麼呢 我不知道啊 如果我經常聽 讀賽後報告那些 騎師經常會解釋 我跟那隻馬鬥力鬥力鬥力鬥到回來 就沒有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隻馬用力的時候 你又撐回去 這隻馬用力向前走 又撐回去 這隻馬又用了力 但是這隻馬又沒有前度 為什麼呢 你撐回去 那些力就抵消了 我聽那些騎師就這樣說 那些馬就這樣說 你懂鐵嗎 對嗎 你懂鐵嗎 你懂鐵嗎 他說 他認為坐騎今晚 歸咎早段形勢 就搞到隻馬在後面來跑 那個形勢就是怎樣 快步速跑第四個形勢 莫雷拉、蘇偉賢跑第二的形勢 是吧 因為他穩定不了走勢 為何穩定不了 剛才聽了十多二十秒的那段 為何穩定不了 為何會搶口 為何不肯放鬆 為何步速平平你又不上去 有時步速快你又踩上去 是吧 不是合理的 受於立即檢查 何穩堯 不是 何穩堯身體健康 平平安安 立即檢查龍船狀元 沒有明顯異常 有什麼異常 為何要發揮呢 騎士不用罰 騎士 你這隻馬真的很差 他就罰了一隻馬 馬就無辜 馬想走 你就拉我下去 人家慢 就讓我想上去 你就拉我下去 是吧 不要用拉子 即是想沒有佔取 他應該可以佔取的優勢 兜過一隻馬 因為龍船狀元的步都很闊 又大步又大隻 是吧 就強行人家一大步 一船你就把我倒進去 我想一船你就把我倒進去 是吧 這些黎曼你認識的 是吧 不明白了 賽後巴道喜迎寶又說 坐騎走勢滿意到七百米 立即搗他 他說坐騎受搗 但是搗下去又沒有反應 是吧 即是一場馬 有幾隻馬搗下去都沒有反應 不想保持著那個位 是吧 直路彎持續搗他 但是坐騎急速就退 直路就轉躍 巴道說多補多兩句 他補兩句 我喉嚨就更痛 他說 坐騎直路轉躍的時候 動作明顯是短促的 對 短促的 你看看那隻喜迎寶的體型 和龍船狀元攬的那些步 基本上 如果阿雷曼沒有眼花看錯 都參天共地 一隻攬出來的那些步 我也不知道有多長 一隻是更短的 但是兩隻馬搗下去都沒有反應 狂舞派 剛才那隻正本歡心 你想買容天盤 回答周俊樂 輸到你眼淡淡 現在 殺到你眼淡淡 狂舞派 為何會殺你 跌了一條邊都殺你 上次跑什麼 真是的 珍慈貴客跑第二 黃寶第三 快捕捉 全日博薩 跑第四 變數呢 檔位這麼差呢 都跑第五 講完